2007年 出道的郭靖靠著甜美嗓音 整幅不少粉絲 近日卻傳出倒嗓 聲音像是郭大哥的問題 讓歌迷們擔心不已 郭靖10月底到韓國 參加節目錄影時 就發現聲音有些撒哑 原本以為是過度疲勞導致感冒 簡單的到診所就醫 直到前幾天 除夕大陸商宴 發現高音完全唱不上去 才驚覺事態嚴重 事先跟歌迷到前後 大家一樣很捧場 還有粉絲送上琵琶高慰問 讓他超感動 而目前公司已全面取消他的工作 也安排他到大醫院做深入檢查 希望能查出病因 身受失聲之苦的郭靖也PO文字潮 我的聲音已經不是我的聲音之我是誰 讓粉絲看了非常心疼 希望郭靖能早日找回甜美嗓音 非凡娛樂 整理報導 謝謝 &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